而且包括他就是让我去见他爸妈嘛 然后也是对我特别的不尊重 就是本来一开始说好的 就是我们两个才在一起半年那个时候 我觉得没有必要说这么快去见双方父母 可他不行啊 他非要让我就是去见他爸妈 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他跟他爸妈说 我明天去拜访阿姨叔叔 然后跟我说说这事已经定好了 直接给我买了火车票 直接给我订了饭店 然后直接就跟我说 来见我爸妈吧 我爸妈明天要欢迎你 已经跟我爸妈说好了 太不尊重我了吧 那我当时就是觉得 既然我们是异地恋嘛 肯定女生需要很多的安全感 我就想让他提前跟我爸妈见个面 然后让他们交流一下提前 见了吗 见了 而且就是特别不开心 就是到了他家以后 就发现他家条件不错嘛 他妈妈就是在那个饭桌上 就很明摆着跟我说说 孩子我看我儿子挺喜欢你的 以后咱就别工作了 毕业了咱就结婚 然后让我当一个全职主婚 每天等着他回家 那我天天这样上学 我是为了什么呀 我是想要打造自己的一片天地 我想工作呀 我是研究生 我一硕士再读对吧 你们家从谈恋爱开始 给一万工作 陪我去你们家 孩子别工作了 在家等我儿子回来 是这意思吧 对 还有一件特别特别尴尬的事 就是他见我爸妈 就是我本来就是想着 就是见了他爸妈以后嘛 然后我就根本就觉得 讲的不一样 我就想着先别见我爸妈了 结果他可倒好 趁我洗澡的时候 直接放我手机 然后等我洗澡出来的时候 我看他跟我爸妈 就聊得特别火热 然后说 阿姨叔叔我明天去看您 您身体怎么样啊 什么什么的 肩斩后纵 他就直接跟我说说 我跟你爸妈定好了 我不想让他见 但是没有办法呀 见了吗 还是去见了 怎么样 我觉得他爸妈还是挺喜欢我 既然我觉得 他都已经见我爸妈了 那我再见他爸妈了 那我说 顺利成长 顺利 我问问你父母 见他见得怎么样 就是觉得他这个小孩 就是挺时尚的嘛 然后挺单纯的一个小孩 牛 两分下来 双方父母都搞定了 可以可以可以 这比那个25岁 那个成熟多了 这个对吧 咱们比较一下 然后他老说 我见了双方父母了 然后我俩感情 不就是稳定下来了 但是我觉得 他就越来越过分了 预发的需要我的陪伴 就比如说 我俩在一起都快要一年了嘛 我觉得我要学习呀 对吧 我要工作呀 对吧 而且我还有我的朋友 但是他不是这样想的呀 他跟我聊天 然后我没有办法说 每秒钟都这样去回他 结果他可倒好 他说咱俩玩骰子吧 看谁树袋 谁就怎么怎么样 骰子玩腻了吧 还有玩石头剪刀布 就是在微信里对吧 对 不是挺好的吗 可是我觉得 你说都没什么好聊的了 而且我有其他的事情要做呀 干嘛你添加玩骰子 那我就是想让他都陪给我 然后既然我们是男女朋友嘛 那么就让他多跟我聊天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他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他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 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袋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 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 他们都独自然而视为